5. 学道之事,医师捣固 为人师表,得势照获 学者奋修诸事而积其品 终可治学于渊 视为人道之学道也 在学习的道路上 所获得的知识的多与少 深或浅、正与物 都是和老师的教育密切相关的 都是由于老师所指导的作用而形成的 作为一个当老师的人 是为人师表 随时随地都要做出表率 因此必须加强自己的修养 具备高尚的道德勤操和渊博的知识 以作为学生的楷模 学生又必须勤奋、努力地学习 在掌握一切知识的基础上 不断提高自己的品德 只有这样才能具有渊博的学问 才能达到高深、无华的境界 这就是为人之道里面的 不可更变的学道精华、真谛之意